大家好 这里是超传前研究所 我是林超 今天所有人都在说消费主义 为什么买钱生产利 买后爱奇艺 为什么Kindle 卤蛋火腿肠 并称泡面三利器 为什么你的剁手鞋 明明已经还不起信用卡 最后还是说服了自己 消费主义洗脑法则第3章第7节 如果你的产品利润不够 就提高价格 如果价格过高 就换个心理账户 那什么是心理账户呢 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Richard Feller提出的概念 当年这个概念已经提出 就被誉为当代的穷人 和韭菜族的头突之痛 社畜和学生导的灵魂漏洞 那么现在做个实验 假设你花了200块钱 买了一张今天晚上的话剧票 到剧院门口的时候 发现200块钱的购物卡丢了 就相当于是丢了200块钱现金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继续进场看话剧呢 如果情况变一下 你走到话剧院门口的时候 发现是票丢了 这个票值200块钱 如果你还想再看 得再花200块钱买票 这个时候 你还继续看不看话剧 兄弟们 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我们来公布一下 全球无数实验的平均答案 丢了钱 就是丢了卡 88%的人会继续看话剧 但是丢了票 只有46%的人会继续看话剧 仔细想一想 上面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呀 不管丢了钱 还是丢了话剧票 总之是丢了价值200块钱的东西嘛 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行为 这么的不一样呢 这就是心理账户 是谁都逃不掉的灵魂漏洞 在我们的心里 购物卡属于现金账户 话剧票属于休闲娱乐账户 丢了购物卡 你的感觉就是损失了200块钱现金 但是丢了话剧票 再买一张 你的感觉就是 这一张票就花了你400块钱 花400块钱 看一场200块钱的话剧 你肯定觉得不值 其实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都在无意中 把钱分成了很多用途 有投资的 买衣服包包的 有休闲娱乐的 知识付费的 日常吃饭的 甚至每个月有喝咖啡的钱 而且我们自己 并没有清楚意识到这个现象 心理账户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它是隐形的 正所谓表面毫无姿态 颅内胸澎湃 堪称商家最爱 那么我们来看看 商家是怎么爱你的 苹果公司是最爱你的 所谓买钱生产力 买后爱奇艺 其实iPad这个东西 主要是娱乐用途 但如果在娱乐产品上 花了几千上万 你会肉疼 苹果公司很体贴的 iPad的宣传重点 永远只有三个 就是工作 工作和工作 把购买iPad这个事情 直接变成了投资行为 你花五千 没关系啊 你能挣一万 于是韭菜和镰刀 在这一刻 一拍即合 干柴烈火 预算直接涨三倍 现在用iPad 打开小货站爱奇艺 你偶尔也会陷入 灵魂的拷问 不过嘛 只要你又看见 泡面上的Kindle 心态立刻就稳了 其实万物皆可心理账户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 有一个超级爆款 叫小霸王学习机 大家跟我念一遍 学习机 这波明明是个游戏机 偏偏要叫学习机 这学习机不就跟iPad 是一个路数吗 只要改个名字 家长的心理账户 就从买玩具 变成了投资教育 这两个账户的预算 可是差的不止十倍啊 你说改个名字就翻十倍 很厉害 我跟你说个翻一百倍 帕瓦马特 这家公司的名字 也许大家听过 也许没听过 但他们家的盲盒 没有人不知道 过去两年盲盒 在全中国的走位 是无比的风哨 他们的创神王林 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是怎么把一个 普通的模型玩具 变成了色畜和土豪的 时代共振呢 这里又要说到心理账户了 盲盒的心理账户 是从桌面摆设 量子跃迁到了收藏品 一个桌面摆设 你会花多少钱 顶多几百块钱 对吧 但是买一个收藏品 我觉得几万块钱 都不过分 这两个心理账户 就是一百倍的差距 买盲盒 你是会不断设置 一个又一个的收集目标的 比方说你先收集 十二件全套 然后又发现 还有隐藏款 还有特别版隐藏款 还有特别增长版隐藏款 还有稀有特别增长版隐藏款 还有史诗级稀有特别增长版隐藏款 一个系列摆完了 你还有下个系列 还有下下个系列 除了调整心理账户 盲盒还有一个绝招 就是不确定性奖赏的心理原理 叫做Uncertainty Reward 这是一个被大量运用 在博彩和游戏业的一个神器 这两股力量化学反应之下 正所谓地球不爆炸 销量就不跑 盲盒的商业模式堪称是 国货扛把子 薛定二灵魂附体 银行存款的冷血杀手 人类神经功能学的最后一片金矿 量子纠缠理论在商界的最骚实践 我又想起了多年以前准备婚礼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头还没有秃 那是多美好的岁月 当时被未婚妻拉去一家婚纱店 据说生意特别好 她试穿了一件婚纱感觉很满意 我一看价格 马上就软了 腿软 6万块钱一件的婚纱 我首件上淘宝一查 同款500块钱就能订到 我真的很好奇 他们是怎么做出100倍的价差的 看到他们广告语的那一刻 我的肾脏当时受到3000点的暴击 他们的广告语是这样的 你这一生想穿几次婚纱 你品 你细品 同学们 这又是在转离心理账户啊 婚纱是什么 它是衣服吗 错 婚纱是一个新娘一生一次的人生体验 这是什么心理账户 这是人生里程碑的心理账户啊 这个心理账户里面还放着什么 你这一辈子可能就生一次孩子 你的预算是多少 你这辈子可能就读一次大学 你的预算是多少 你这辈子可能就结一次婚 送一次婚戒 你的预算是多少 这一比较 6万块钱的婚纱 似乎好合理啊 我当时感觉自己顿悟了资本主义的 牛顿第三大定律啊 当场就跟我的未婚妻 用经济学原理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结论就是淘宝上买更划算啊 呃 反正这婚最后结成没有 大家可以投票进猜一下 这里咱们就不展开了 好了 这视频最后也快结束了 估计同学们会问 那躲避商家利用心理账户 对我们表达爱意的方法有没有 方法肯定是有的 方法就是以笔之矛 攻笔之盾 商家用心理账户套路我们 我们就用心理账户套路回去 他们无非就觉得我们很有钱嘛 有钱可花 那我们就从源头抓起 让自己变得贫穷 是对抗消费主义的终极法本 贫穷大法第一条 设置一个强制储蓄账户 弄一个固定金额 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 直接扣款 就当它不存在 完全不给自己看到这笔钱的基本 然后把这笔钱啊 拿去做指数基金定投 现在行情这么差啊 定投个几年 回头你看这个账户里的金额 金额之多 可能会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至于指数基金是什么 我们这一期就不讲了 事后再单独开期来讲 你说到我平时还得花点钱吧 那怎么像穷人一样花钱呢 管花钱这个是关键点 就有三个字 视觉化 你花了多少 花在哪里还剩多少 应该要一目了然 这样子 即便你被别人割了韭菜 也死得明明白 科普一下啊 视觉化效应 visual effects 是指 人类认知过程中 只要将废视觉化信息 转化成视觉化信息 就可以大大的增强 海马体的记忆和 前额叶皮赤的思维反应速度 说人话 就是 用眼睛看 肯定比你只用脑子记忆要靠谱得多 这脑科学非常厉害啊 用得好 你可以升职加薪不在画像 说回来啊 你说记账已经很烦了 哎 我也觉得很烦 但是同学们 现在都2200年了 谁还需要记账呢 移动支付 已经把你买底库的钱都做了分类 包支付的账单功能 这种类似视觉化的分类工具啊 大家把它用起来就好 那分类是分了 看也看见了 但是预算怎么管理呢 很简单 你把每个分类 每个月预计要花多少钱 先算出来 比方说啊 这个吃饭 你准备花2000块钱 那么算完之后呢 再算一个中位数 2000块的中位数就是1000块 如果你发现到了10号 你就已经过了中位数 那么接下来20天 你的潜意识 就会给你发出脑电波 控制你的吃饭支出 换句话说 关键就在于让自己看到 预算要看到 开支要看到 差距要看到 那剩下的工作交给潜意识 可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 关注超赚钱研究所 在这里我们研究商业金融 理财投资保险的一切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